今日魏丞相大寿,朝廷大半官员齐来祝贺,魏家世代辅佐君王,身受皇室爱戴。魏丞相长子魏林峰更是当今陛下面前的红人,都说水涨船高。这样的家世,想来八戒的人不少,所以原本低调的寿宴现在热闹非凡。魏长泽默不作声地看着那些前来八戒的人,看着他们脸上虚伪地笑,冷哼一声。 如果不是他家夫人按着他的手,只怕他要准备起身轰人了。 酒过三旬,前厅才慢慢安静下来,魏长泽也多喝了几杯,此时跌跌撞撞地,口齿不清地骂着什么。 厨玉赶紧把人扶回房,然后把人摔在榻上,揉了揉自己酸楚的手臂,他是哥儿,体力自然没有男子好,而且他家夫君人高马大的,可累死他了,看着睡得像头猪一样的人。 厨玉踢了踢对方发泄一通,然后才回前厅,为林峰作为长子,自然要踢父亲操持。 把人都送走,也才坐下来歇口气,林峰今日辛苦了,君父,父亲还好吧,他皮糙肉厚的,能有什么不好,就是心里不畅快都喝了几杯而已。 也是,父亲最不喜这种官僚作风。 对了,弟弟呢,好像今日都没怎么见到人,他不是说要给你父亲送礼的吗? 为林峰也没看到人,不过他弟弟是最不需要操心的,他自己就能封完一整天。 许是看到突然来了那么多人,自己偷偷躲起来去玩了,君父不要担心。 我去看看是不是玩累了,回房间休息了。 嗯,去吧,魏英此时躲在房间里瑟瑟发抖,不难看出脸色苍白,身上的衣物还没来得及换,有些地方被撕碎,勉强能避体,也能从中窥探到深深浅浅的痕迹,这副模样任谁看了都知道他经历过什么。 小生的乌业从房间一出,魏英不敢大哭,要是被父亲知道了,他肯定会被打死。 他一个未婚的哥儿,现在出了这种事,他不敢让家风严厉的父亲知道,敲门声响起,魏英被吓了一大跳,然后哥哥的声音响起,魏英立马拉被子盖住自己。 线线,你休息了吗?我,我准备睡了,听到弟弟的声音,魏林峰放下心来,所以忽略了那带着点颤音的声音。 那线线睡吧,哥哥就是来看看你,脚步声渐远,魏英拉开被子,眼泪大颗大颗往下落,鼻头也红红的,整个人无措极了,不知道该怎么办,一想到刚才发生的事,像一场噩梦一样,虽然他刚成年, 可这种事,他还是清楚的,是只有夫妻才能做的。可是他还没有成亲啊,他原本捉了许多萤火虫,想要给父亲一个惊喜,父亲平时刚正不阿,一脸严肃是常态,所以他才想出这么个柔情浪漫的礼物。 让他跟君父两人,好好地欣赏欣赏,一起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生辰,哪想半路出了岔子,他刚把装满萤火虫的袋子挂在树上,还没来得及去叫父亲们,结果就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出来的人,从背后把他压在了身下,刚呼叫一声,嘴巴就被捂住。 魏英只觉得那人的呼吸很烫,声音很粗重,差点压得他喘不上气,然后衣物被撕开,他拼命挣扎也无用,那种无助的恐惧沾满心头,直到身体传来撕裂般的疼痛。 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,他跟君父一样是哥儿,所以在他成年后,爹爹也教过他如何对待这种事情,可他不知道居然这么难受,身上的人还在捂着他的嘴,感觉到手掌上湿淋淋的一片,对方似乎知道了他在哭,可也只是停顿了一会就又继续动作,那人只知道要发泄,像个野兽一样不顾他人之意强占,这不是君子所为。 可他没有办法挣托束缚,那双大掌强劲有力地包裹着他,像是密不透风的牢笼,正不开逃不脱,等一切风平浪静。 魏英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自己房间,根本不敢去看那人是谁,只想逃离,现在哭过了,缓过神来,才知道他居然就这样放任了那个禽兽,可是,当时的局面他根本思考不了那么多, 他才十六岁,爹爹常说他还没有长大,所以他不能冷静地处理,身上很难受。 可他不敢叫人给他准备热水,索性他的院子里有一处池子,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,迈着徐晃的步伐走出去,冰凉的水包裹着身体,魏英被冷地颤抖了一下, 然后使劲搓洗身上沾上的痕迹,看着天上雾蒙蒙的月亮,魏英更加难受,刚才应该告诉哥哥的,可他也不敢,平时小打小闹哥哥会宠着他,可这种事,他怎么说得出口,难道只能吃哑巴亏? 可是真的很亏啊,魏英闷闷地垂打水面,混蛋,别让我知道是谁,不然我骂你祖宗十八代,查到是和人动的手了。 回王爷,还未查到,毕竟昨日去复验的人太多,能查到的线索很少,而且您又是单独复验。 我们,蓝湛眸子一转,底下跪着的人接触到冰冷的眼神,顿时身体一僵,为自己默爱。 庆幸的是,王爷并未计较他们动作慢,再去查,还有看看丞相府最近有没有什么大的动静。 毕竟事情是在丞相府发生的,而且他还侵犯了丞相府里的人,如果对方把这件事说出来,那他就能知道昨夜的人是谁了。 如果只是伺候的下人,那就接进府里来。 反正也就多一个人吃饭而已,为长则应该不会计较,毕竟两人私下也算是好友。 蓝湛放下手里的毛笔,继而看向自己的手掌,昨夜这里接触过光滑的肌肤,也接下过对方滚烫的眼泪。 那人是谁?他并未看清,只是结束后看到对方模糊逃跑的背影,抛却一切阴谋诡计。 昨夜的体验可以说是让人耳目一新,他府里侧飞三人,可没有一人让他看上眼的,更别说碰他们,所以大名鼎鼎的湛王殿下昨夜还是出此。 这说出去恐怕没人信,但却是事实,蓝湛靠在椅背上,破天荒地回味起来。 真不知道是因为药物作用还是那人真的和他胃口,身上似乎还带着乳秀未干的奶香味。 竟然很好闻,一度让他控制不住,想来年纪应该不大,三天后依然没有象征性的结果。 蓝湛不免怀疑是不是没人陷害他,只是他误吃了让自己发情的东西。 不过这不现实,寿宴上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,所有还是背后有人,是他的对家还是他的侄子们呢? 在这偌大的皇城,他的敌人可是不少,不过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真是卑鄙。 城乡府也一片宁静,得不到对方是谁的答案让蓝湛有些韵怒。 他心中竟隐隐有些期待知道对方是谁,魏英这几日一直在查看宾客名单。 看着长长的单子,每个人好像都有嫌疑,可每个人又都不像是坏人。 毕竟都是有身份的朝廷官员,他不懂得其中的弯弯绕绕,以为来的都是父亲好友。 如今发生这种事,又不敢告诉家人,只能无奈地叹起,靠他一个人猜根本得不到结果。 转眼一个多月就过去了,一切好像都恢复了平静。 也渐渐忘了那晚带来的恐惧,魏英心大的只当是被狗咬了,继续吃喝玩乐。 直到某天清晨趴在床沿吐了一炷香时间,整个人狼狈不已,早善时间。 魏英看着桌上的各种点心,半点胃口也没有,只是机械地搅动着碗里的白粥。 偶尔吃一小口,处于注意到孩子的举动,觉得不正常,要换平时桌上的菜早就进肚子里了。 宝宝怎么了?没胃口吗? 爹爹,我不想吃了。 这是怎么了? 胃长则也多看了魏英一眼。 只因他的现现平时可不存在没有胃口的时候,每次都是他吃得最欢的。 今日不正常,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,要不请大夫看看,我恶心,吃不下,这话一出,处于眉头紧锁。 拉着孩子仔细看了看,发现对方精神不好。 爹爹,我早上起来还吐了呢?这下不知处于,魏长则都坐不住了,立马叫了府里的大夫来看看。 魏英一听要看大夫,懒懒地趴在处于怀里,他最讨厌看大夫了。 每次看后都要喝苦苦的药,可自己又确实不正常,只能垂头丧气地答应看大夫,大夫把手搭在魏英的脉象上。 没多久,脸色突然变了,魏英被吓一跳,他只是吃不下东西而已,不会是得了什么大病吧? 那他得喝多少药啊?想到这里都快哭了,处于抱着他拍背红。 他知道自家孩子每次看大夫都是这样,乖啊宝宝,没事的,许久大夫才收回手。 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,在他印象里,小公子足不出户,再怎么玩闹,也都是在自个家里闹。 所以,是谁那么大胆敢对小公子胡来,这可是魏家的宝贝啊。 大人,夫人,借一步说话。 干嘛要借一步说话?我要知道我到底怎么了? 大夫小心翼翼地看着家主。 这是关小公子的名誉。 说吧,到底怎么了? 小公子这是,有孕了。 这话不亚于一道惊雷,打在面前三个人身上,魏英还懵懵懂懂的。 魏长泽和楚玉却立马变了脸色,你确定,下官很仔细地摸了三次麦,结果都是如此。 魏长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拳头握得极紧,这预示着他的心情非常差,一副要吃人的表情。 楚玉赶紧抱紧了自家孩子,怕夫君动怒伤了线线,虽然他也很吃惊,说,是谁的? 魏长泽的声音很大,脸色铁青,魏英被吓得缩进爹爹怀里寻求保护。 说实话,他还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么动怒过。 爹爹,魏英没想到怎么就有孕了? 他还未婚,以后谁还敢要他? 而且,那晚的是他刚忘记,怎么就留下祸患了? 宝宝,告诉我们是谁欺负了你,可是,我也不知道是谁。 你,糊涂,什么时候发生的? 就是父亲你生辰那天,魏长泽立马就惊觉这件事可能不是意外了。 选在那一天,人多眼杂,怕是早有居心,会是谁呢? 不过眼下最主要的还是这件事该如何处理,还有肚子里的孩子该去该留。 魏长泽气得头都晕了。 恐怕呜,愿 GNOR était柔 erf? 你马上去见一眼 Against 过来,不见我就可以俄边编 ноч